我們康城這個臨時超級市場維康 其實就長了一段時間 但是看來很多街坊都頗掛著去 尤其是因為Fresh 價錢又貴一些 然後又好像不太大 所以經常都聽到街坊有提及 會不會開回維康 或者這間臨時維康可以再開場一點 也都反映了給區議員聽 區議員都好像有跟地鐵那邊說的 但是突然間WIPP見到 現在臨時維康已經拆到如火如途 原來也有通告說在這兩個月會進行清拆 即時去片看看現在是什麼樣子呢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WIPP主制頻道 未免費訂閱和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了 我們先看之前的片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陪著我們康城都起碼有十年了 接近這間臨時維康 這段片在今年的9月2日印拍 以前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對於臨時維康也是覺得去買的東西比較貴一些 和外面的維康比 那些人寧願要坐車去將軍澳買菜 便會覺得便宜一點 有時候真是細事難料 誰知道康城商場開了這間超級市場 那些人寧願都是類似的 又是價錢就再貴一些 也都太小太多人 變了有時候也是需要坐車出去 其他地方去購物 加上現在就可能 然後康城的車輛又快要停止了 大家可能要坐地鐵 大家先懷面一下 其實臨時維康在8月31日正式停止服務 那時候也有連過一些介紹 叫大家去坑口或者寶林的維康 繼續看見他們 那兩間在坑口站和寶林站的維康 其實除了搭地鐵去之外 也可以考慮一下 在我們首都 或者是領都的巴士站那裏搭小巴去 在我們這邊就有駕113去坑口 另外去寶林就有駕115 兩架車都可以去到超級市場那裏 直接 好 那我們回來說回我們現在臨時街市 最新的面貌是怎樣 那原來屋苑都出了一些通告 就說在這個10月中 去到10月下旬 這間臨時維康就會進行清拆的工程 那我們即時去片 看看今天這間臨時維康變成什麼樣子了 那你見到左邊的牆 和正門的牆 其實那些鐵皮就拆了 只剩下支架在那裏 維康的招牌也都拆了 那其實早兩天 Vippy 還看到維康的招牌 所以不是很清楚去拆的 也都沒有特別留意 那你見到清拆的地盤 和日出康盛的第11期的地盤 現在都在平整著 然後蓋建一些圍欄 準備蓋建第11期 那地論上就是這個第11期 加上臨時維康這個位置 全部同一個工程去興建 那將來便會變成 這個動感公園的一部分 所以剛才Vippy 在片頭的時候 故意分享9月份之前的樣子 讓大家去對比一下 放大一點看 你見到正面門口 左邊就拆光了 那其實Vippy 搭地鐵 隱約看到後面的牌 那些鐵皮應該都拆到七七八八 那其實現在去到11月底 你見到才拆外牌 那很明顯 其實之前的一兩個月 最主要是裡面 搬走之前的雪櫃 或者其他支架 清了牌 現在就正式拆整個街市的結構 好了 我們放大一點 左邊很清楚 只剩下牌的架 那些鐵皮牌都拆到 可以透透進去 右邊亦一樣 在旁邊應該是有一個 倉的位置 這邊反而冷氣的那些 就還在這裏 還未拆的 好了 因為這間臨時偉康 都父母了我們這麼多年 突然間不同了樣子 所以有法 Vippy 就想拍一條片 紀念一下它 以及分享給大家看 它最近變成如何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 時時留心即學問 未訂閱或訂閱我們朋友 就記得訂閱了 好了 下集見 拜拜 Vippy Channel